老板我想买这件 不好意思啊 美女 那一件裙子没有你的尺码了 那好吧 喂 老公 喂 老婆 你在哪里哦 我在外面逛街呢 对了 晚上那个聚会 我就不去参加了吧 每次聚会你都不参加 干脆以后都不参加 不是 老公 哎 美女 你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呀 是这样子的 老板你也听到了 我今晚要去参加我老公的个聚会 可是呢 我太胖了 都一百七了 这肚子这么大 腿又那么粗的 家里面也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本来想着出来买一件 但是又没有我的马术 你说我穿成这样子去 不是给他丢人吗 原来是这样啊 那条裙子确实断满了 你穿不了 但是我们家还有其他衣服你能穿的 进来 我帮你选一条好看的 你看 你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这样的衣服穿着都不太好看的 你看 肚子那么大 不要穿得太紧身的 你把这个高腰AC摆在里面一起拿去试一下吧 这样很多胖没多喜欢 但是可好看可享受了 真的吗老板 真的 你相信我的眼光好不好 来 四一件在里面 去试试吧 好 老板娘 我这样子穿真的能行吗 当然行啊 你看 这条裙子比你刚刚生的那条好看多了 不过也是哦 这个尿子还蛮凉爽的 而且双层的又不怕走光 腰部又有弹力 穿着也不勒 主要是这个小抖风我还蛮喜欢的 我这拜拜用啥的全盖住了 穿上还蛮有气质的呢 你呀 就适合这样子穿啊 就穿这条裙子去参加聚会吧 嗯 那败不败很贵啊 太贵了 我还是要拷贝一下的 不贵 才79块钱 便宜吧 那真便宜 行 刷卡去 好